大家好,中国古动物馆在西日门外,北京天文馆的旁边,北京动物园马路的斜对面,当然稍微斜的有点多 它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创建,所以它和研究所共用一个楼 我个人觉得它的特点是史前古动物的化石是比较多的 比国家动物博物馆和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史前动物骨架的展品要多很多 博物馆不大,一进门左边是付费的儿童游乐区和博物馆唯一的厕所 右边是博物馆正式的入口,虽然一进门检票的吧台与其他博物馆相比确实有点草率 显示不出中国古动物馆的称号,但是确实也不影响实际的功能 整个一层大厅不大,周末孩子比较多,显得更加拥挤 很明显咱们能看到一个达尔文实验室,在这里孩子可以亲手做实验 当然实验是需要另外付费的 实验室的左边有商店以及3D影院的入口,这些都是需要另外购票的 那下期视频我会具体跟您说 吧台对面的小楼内是博物馆的第一个参观展区 人类演化馆 分为直立为人,头脑革命,神州古人,荒野求生,遗传密码等9个展区 展区很小,您可以看到连墙缝都设计成了展区 吧台和实验室的中间是博物馆最大的展区 古脊椎动物馆的入口,古脊椎动物馆一共分为上下三层 上下楼您都只能走楼梯,腿脚不变老年人需要注意 一层大厅中央是三只恐龙的骨架展示 长长脖子的是马门西楼 恐龙周边的一层是无脊椎动物的化石 最有特点是拉蒂麦鱼的标本 二层展厅是中生代的脊椎动物,主要就是恐龙的展示 还有龟类的祖先,以及恶类及其远亲的化石 三层展厅一上来就是蒙马象的骨架 这个就是小学课本里黄河象的化石 此外还有其他古代哺乳动物的化石 整个场馆不大,一到两个小时您就可以参观完 下期视频给您介绍中国古动物馆的门票 以及还有哪些活动项目 更多旅行使用攻略,请观看视频合集 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参观完